詞曲 李宗盛 歷史記憶的塑造跟選擇 其實是帶有文化優劣的 主觀的價值判斷 這聽起來很繞口 大概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某一些文化是好的 某一些文化是稍微次一等的 或者說某一些文化 在我的價值觀裡面 要優於某一些 但是文化人類學不是這樣講的 就是我們會在學校裡面學到 大家都應該是平等的 就是不管你是原住民 不管你是東南亞的移民或怎麼樣 我們看這兩張圖就是 蔣介石總統他在那中介受館 就是日本時代總督府裡面辦公 就覺得怪怪的 就是日本人蓋了一個西洋房子 然後我兵敗如山倒 整個政府打包來台 然後用在裡面有點窝囊 我很懷念 我在當時在南京還沒有做完的那個首都計畫 什麼是首都計畫呢 就是找蘇聯的專家做都市規劃 然後找美國的建築師來幫國民政府建設了一大批 戴著中國式的宮殿的帽子的建築物 然後身體就是建築物的本身是西洋的現代性的機能 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覺得說那樣是可以表現出一個首都的 泱泱大國的首都的一個意象 然後那個計畫還沒做完 他們就跑到重慶去了 所以一直就想說什麼時候要回去把它做完這樣 其實蓋了很多房子 現在也都還在 各位去南京觀光的時候 就在兩條大馬路 中山東路、中山北路旁邊這樣 那就問建築師我想要改成這樣 我要改成這樣 因為它讓我們這個台灣有這樣子的一個建築物存在 才像是一個中華文化的反攻復興的基地 上面那個日本人蓋個西洋房子怪怪的 就是好像說不出那個故事對不對 建築師就照做啊 很認真的就去幫他做個設計圖 他是我們中原建築的那個創系的系主任 就是第一任的系主任 他跟蔣宋美英是好朋友 所以就是做很多政府的案子 就報告總統 我們那個結構啊 然後這個房子戰爭時期被炸 轟炸得很嚴重 百分之三十的樓利板都壞掉了 那你現在剛修好沒多久 然後你又要改成這樣 不太建議 就是會有結構上還有成本的考量 OK 總統也是名利人就算了 那我們就不要去動它 我們現在看到總統府 就還是戰後第一次修好以後的那個樣貌 那我們去動什麼 它前面有一個閩南式的城門 因為城牆被日本拆掉了嘛 然後日本人留了幾個城門 五個留了四個 當作是歐洲他們會在大馬路上面擺什麼 凱旋門啊 擺什麼國王騎馬 什麼查理幾世啊這樣 就是變成一個視覺端點的地標形 圓環有沒有 可是那個圓環上的總統府正前方那個東門 它是一個閩南式的 我們剛剛講說像鄭成功他們家廟一樣 是一個厭尾其翹的 它不是北方的那種北方政權的宮殿會有的那種評級 北方的這個旁邊你可以看到國家兩廳院就是那種典型的北方式宮殿的建築物 那我們改不了總統府我們去改它好了 右下角那個是我去漳州 漳州有地方叫趙家堡 趙家堡就是一大堆南宋的王室逃避女真人 然後就是一路牽牽牽牽到漳州這個地方 蓋個城堡把地全家關在裡面 然後現在還住在裡面 現在你去問裡面全部都姓趙 你一定要叫名字叫姓都是一樣的姓 那閩南是工匠做出來的碉堡 因為福建多山多盜匪 就是有那種防禦性質很強的那種表情 像說門開小小的眼睛開小小的 一模一樣我看到我們這北門怎麼在福建看得到這樣 其實閩南就是這樣做城門 原本東門也是這樣的一個表情 後來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就覺得那樣不OK 我們要北方宮殿寺 就是城樓上面是閣樓 然後就是環繞的 有一個像陽台的感覺 那個是比較北方式的 它因為它特殊的位置 等一下 好我們等一下還會講到它悲慘的故事 那屋頂的交換其實一直都是所謂的那種 意識形態的替換 但是也有可能它是一個共同記憶的 就是你小時候覺得這個房子長什麼樣 長大它如果不是長這樣的話 你會覺得怪怪的 這個是哪裡呢 七三五德殿 神社很有趣 神社是一個國族象徵非常強烈的 現在每一年日本要去拜靖國神社 然後中國韓國就會抗議這樣 然後高金書門也會跑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會有一個 你去神社好像是有一個目的性 那日本人的確當時在明治之後 也是這樣子宣揚神道教的 就是說它跟一般的宗教不一樣 它不像佛教不是基督教 它就應該是國家神道 就是你生下來你就自然而然的 沒有什麼選擇性說信或不信 它就是應該你人生的價值觀就是神道教這樣子 那神社就在這樣的背景下 然後它裡面拜的神有古代的那種古世紀的那種 神話時代的那種神明 也有所謂近代的皇族貴族 然後有戰功或者是有什麼 比方說北白川公能舊親王這樣子 或是明治條那種很有攻擊的 就也是一樣變成把它神格化這樣 桃園神社是一個很有趣的 劫後重生的再利用 為什麼這樣講 戰後有一個法令就是 因為覺得神社是強調 然後就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優越感 然後就開始把台灣省政府的行政命令 就是希望把它改成中列詞 然後各地就開始拆神社 就是因為是行政命令 所以大家都要照著做 很多神社就會在這樣的狀況下被拆掉 因為比方說你看像台南神社 它就在市區 就是在一個非常顯眼的地方 就是中西區這樣子 然後台中神社現在的孔廟 然後高雄神社 然後現在也是高雄的孔廟等等 都是那種很人 就是人非常容易聚集的地方 大家容易被看到 桃園神社在虎頭山上 就是比較藏的有點裡面 它當時選在這個地方 跟其他地方的行政區不太一樣 它有點希望能夠從那個半山腰 就是要看顧整個桃園市區的百姓蒼生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政府執行不利 就覺得說反正在山上晚一點拆 好像不會有人發現 就是覺得我預算先拿去做別的事情這樣 OK 等到好我們今年要輪到要拆它了 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有 有一點文化資產保存的觀念 就是猜太晚了 然後上網招標 就是來我們現在把它改建成中列詞 來投標的那個廠商是李崇耀拿到 他很會做廟的設計 李崇耀老先生他本身在日本時代就是 開南商工的建築科的學生 後來在台灣董督府裡面 就是銀善相關的單位工作 然後開事務所 他非常會做廟的設計 像台北那個指南工就是他設計的 因為他們日本時代的對於圖學 然後對於那種傳統建築的語繪的訓練 非常的紮實 他達到那個案之後他來看基地 他說天啊我的新設計 竟然是要拆掉桃園神社來蓋 他就覺得有點捨不得 然後就開始問說 我是不是可以就把這個東西修復好 把它改成中列詞 我少拿一點錢沒關係 我不要整個重建這樣子 當時在輿論 在媒體上就會 就產生了蠻長一段時間的論戰 有人就講說 怎麼有神社到現在還沒拆完 就是當然是要把它拆掉 這麼可惡的東西 那也有人覺得說 他是用全部都是塊木 然後工藝非常的精美 當時日本人他們做神社 雖然是受過西洋訓練建築師設計的 像這個春田直信 他是桃園郡的那個建築祭師 可是他們對於傳統的 就是平安時代以來 怎麼樣去做一個神社 他們跟工匠的情義也好 自己看書學習也好 都能掌握得非常精美的比例 然後細部也是完成度相當高 那怎麼辦 到底要留還是要拆 就是留的人有他的道理 拆成好像也有道理 後來為什麼保留派 竟然在這個案子裡面是佔上風 就把他留下來了 也是在論述上面取得一個關鍵 有人就好像是哪一個老師 忘記了 就是他提出一個觀點 他說日本人蓋神社 不就是跟中國學的嗎 那他們唐朝學的這個東西 也是我們中華文化 聽起來好像有點道理 後來桃園縣政府就相信他了 然後就沒有猜 沒有猜也不是就直接用 像神社會有一些空氣元素 是很神社的 這個你一看就知道 不是唐朝來的 為什麼掛這個繩子 這是天造大神 他被他弟弟欺負 然後哭著跑到山洞裡面躲起來 日本就沒有太陽了 然後那些神明就說出來啊出來 不然我們都沒有太陽 然後就想個辦法騙出來之後 用繩子把那個山洞圍起來 它就變成是日本的神社都會 你就會看到這種柱連繩 拿那個大麻繩捲捲捲捲捲捲 掛在這邊 有點像你過去這邊就是神域了 這個東西不是唐朝來的吧 拿掉 然後上面這個 其實也不用拳材 我們把它拿掉之後 它就變成什麼形狀 雙十國慶 武昌奇異 然後裡面拜的東西換一下嘛 反正本來什麼大國昏迷 變成正正宫流浮丘捲捲甲 這是一種再生跟再利用的方式 在意識形態的很強烈的衝突 台灣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很多不同的政權 會要說一套新的故事 或者是基隆神社 更方便它直接包在 你現在去還看得到 中正公園的大牌樓 它就用一個水泥 用一個恐怖力給它 弄一個新的 像是中國式的牌樓 神社的鳥居跟中國的牌樓 雖然說形態很像 看起來都是兩根 然後上面加一個 意義不太一樣 牌樓這個牌坊 這在中國是讓你 在下面通過的時候 感受到這個牌樓主人的 一個德化感召 它有可能是癥結牌坊 它有可能是結校坊 或者是地方上有工的 鋪路造橋什麼的朝廷 就是地方官跟你上表朝廷 幫我們弄一個牌樓這樣子 它就是要擺在世界上 擺在馬路上 讓你每天走來走去 然後看著上面的事蹟 我長大也要跟他一樣 我雖然年紀輕輕 老公死了 可是我也要服侍他媽媽 到八、九十歲 然後我就會有一個這個牌坊 就是朝廷跟你講說 你這樣才是正確的 鳥居不太一樣 它就像我剛剛那個講 就是進去之後 就是一個結界 就我已經到了神的領域裡面 我不能罵髒話 我不能幹嘛 就是我要避宮避境地 小心爬這個樓梯 可是在戰後 台灣經過這樣兩個政權 同樣的空間元素 不同的意義 可以這樣子轉化 蠻有趣的 或者是中立神社 仔細看一下這個照片 他就加一個牌子 他就變成校門了 就很多人像中立中學 當然後來也拆掉了 但是整個學校 當初那些學生蠻有趣的 就在那些神殿裡面上課這樣 這個更精彩 這是我們大家都一定知道的地方 風水很好 所以日本很早就選了 基隆河在原山那邊 繞一個大灣 然後山丘上蓋一個台灣神社 就是社格最高等級的 台灣神社 因為風水好 不是日本人才會看風水嗎 漢人也會看 江宋美林就看中那塊 那我們就拿來蓋飯店吧 然後 因為它前面那個關道 中山北路 可以說是台北的龍脈 就是從清代以來 就是要一直要找一條龍脈 對著七星山 所以 台灣神社那個原山是龍穴 日本人當時取得那塊地 就是各種想盡辦法去 那邊本來有法國領事館 然後有孤家有地在那邊 然後有一些大造成的茶葉商人 在那邊 日本人就去跟他們說 你去旁邊啦 這邊我要蓋神社 所以 所以現在有一個廟叫建坦寺 各位知道他在哪裡 你捷運往內湖坐坐坐 坐到內湖 坐到文德港前之前 建南路那邊有個建坦寺 它不在建坦 建坦就在這裡嘛 建坦就是在士林 士林那個地方 被拿走了 就是日本人去換了那塊地 蓋了台灣神社這樣 一開始做大飯店的時候 其實不是蓋新的房子耶 它就用那個神社當飯店 最早的時候還滿有趣的 像你看美國人進來了 美國很多顧問團帶著他們的家屬 美軍眷屬啊什麼的 鳥居還在喔 就是這個參拜道 原本是一個神聖的參拜道 然後走到那個神社裡面 就挖個游泳池 然後就這邊游泳 旁邊那個社務所 就是管那個 管這個神社的 就是變成他們那個 游泳池的更衣室 還可以領域這樣子 鳥居後來慢慢的 慢慢的 它繼續一直是 當作是一個牌坊的功能 然後後面蓋了新的飯店 然後後來 終於就變成那種 中國式的牌樓 所以改朝換代的 空間的那種機能替換 不是很瞬間的喔 就是你一定會去 必然地去使用一個 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再生 或是一種再利用 那你再生活 再利用一個空間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每個使用空間的人 都有自己想要說的事情 所以不可避免的 會碰到一些 屍料被片段的呈現 或者是被選擇性的呈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